以色列国土报 和政府组织名为打破沉默 Breaking the Silence 由以色列退伍军人创立 旨在记录军事暴行 该组织执行董事纳达夫·魏曼说 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不同乙军部队中 这种将巴勒斯坦平民 作为人体盾牌的做法非常普遍 该组织收集了一些老兵的证词 描述了这种情况 《卫报》还说 这些老兵的证词 与国土报的调查报告相吻合 后者称 以军总参谋长办公室对此之情 《卫报》称 许多士兵对这种违反国际法 和以色列法律的做法感到担忧